中国在量子计算机领域取得新的突破 打破每日垄断究竟有何意义 又是谁缔造了中国量子领域的奇迹 为何说中国正在赢得第四次科技革命 量子技术一直被认为是未来发展的金钥匙 有一种说法便是 谁掌握了量子技术谁就掌握了未来 而在量子技术应用于实际过程中 就不得不谈量子计算机了 据媒体报道 中国中科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科研团队 在超导量子和光量子两种系统的量子计算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使我中国成为目前世界上唯一在两种物理体系 达到量子霸权里程碑的国家 据相关报道 超导量子计算研究团队经过研究公关 构成了66比特可编程超导量子计算原型机 组充之二号 实现了对量子随机线路取样任务的快速求解 比目前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快1000万倍 计算复杂度比谷歌的超导量子计算原型机 全领目高100万倍 使得中国首次在超导体系达到了量子霸权里程碑 据悉 与此同时光量子计算研究团队还构建了113个光子 144模式的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2号 处理特定问题的速度比超级计算机快1000万倍 并增强了光量子计算原型机的编程计算能力 并且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陆昭 中国把之前的9张光量子计算机从之前的76光子增加到了113个光子 比超级计算机快11亿倍 并且超导量子比特与光量子比特是国际公认的有望实现可扩展量子计算的物理体系 量子计算机对特定问题的求解超越超级计算机及量子计算优越性 是量子计算机发展的第一个里程碑 并且根据中国科学院院士潘建伟表示 下一步中国希望能够通过4到5年的努力实现量子纠错 在使用量子纠错的基础之上 中国就可以来探索用一些专用的量子计算机 或者量子模拟机来解决一些具有重大应用价值的科学问题 中国量子计算机也一举打破了每日垄断 获得了国外的关注 有外国网友表示 自己从来都没有想到过中国正在引领一个新的时代 那么中国此次在量子计算机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功 有何重大的意义呢 我们都知道 以前在量子领域一直都是美国在占据霸权垄断地位 此前由美国谷歌研制的玄灵木量子计算机原型 为世界最先进的量子计算机 但是随着中国研制出9张量子计算机之后 最高运行速度超过赴跃100万亿倍 同时也领先玄灵木100亿倍 可以说9张量子计算机算得上是领先全球的超级计算机 并且也创下多个全球最新记录 在之前的量子领域一直都是美国的玄灵木和日本的赴跃所占据 然而随着中国在量子领域的不懈努力探索 终于研发出中国9张量子计算机 这才可以一举打破量子计算机领域的平衡 并且中国的9张量子计算机 在对5000万个高斯波色取样的时候 中国9张量子计算机只需要200秒的时间 甚至在对100亿个样本求解时 仅需要10个小时就能完成 中国之所以将其命名为9张 就是为了纪念中国最古老的数学名著 9张算数 不过中国在2017年才在量子计算机这一领域取得重大进展 才能够拥有9张如此先进的量子计算机 这对于中国在量子科技领域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中国在量子科技领域的发展 不得不说的一个人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潘建伟 潘建伟在中国量子计算机领域的发展有着突出的贡献 可谓是实现了中国量子科技零的突破 就是使得中国的量子计算机可以在世界上大放异彩 极大提升中国在量子科技领域的领导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潘建伟在量子科技领域的突出贡献 很多网友都是极力支持他获得2021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也是有很高的呼声 但是结果却是出人意料 最终诺贝尔物理学奖却授予给在气候变化等 复杂物理系统研究科学家 但是有很多人认为 潘建伟在量子科技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 是当之无愧的中国量子科技之父 在中国量子科技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已经不需要用获得诺贝尔奖来证明他的伟大了 中国在量子科技领域多年不懈的努力 在量子科技发展的领域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的突破 使得中国在量子科技领域不断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打破了美国长期在量子领域的霸权垄断 突破了美国在量子科技领域对中国的长期封锁 有利于中国在量子科技领域立足脚跟 专注于更大的发展 以便可以取得更大实质性的突破 目前全球对量子科技的研究挨处于起步阶段 各国也都在探索不同的方向 比如由中国科学院院士潘建伟团队研究的 光子量子和超导量子计算 微软公司研究的拓扑量子计算 英特尔公司研究的硅量子点击数等 中国在量子计算机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这对未来中国在世界量子霸权的竞争中 能处于领先地位和占据有利优势 并且中国对于量子科技这一领域的发展十分的重视 据报道 在美国不断对中国发起科技战争的背景下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曾就量子科技指出 近年来 量子科技发展的突飞猛进 使其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前沿领域 中国加快量子科技的发展 这对于促进高质量发展 保障国家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关键性作用 据悉 习近平还强调 必须坚定不移走自主创新道路 坚定信心埋头苦干 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努力在关键领域实现自主可控 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增强中国科技应对国际风险挑战的能力 他认为 要借鉴海外有益做法 深入分析量子科技发展大事 找准中国量子科技发展的切住点和突破口 统筹基础研究前沿技术工程技术研发 培育量子通信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抢占量子科技国际竞争制高点 构筑发展性优势 由于量子科技领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各国都十分专注在量子科技这个领域的发展 因为在这个领域里有太多未知的东西 等待被发现和突破 所以在量子技术方面一旦有了重大突破 那么它就属于革命性的科技突破 通常是一种能够超越目前所有人类已知的技术概念 和认知的革命性的颠覆性的科技技术 那么此次中国在量子计算机方面取得的突破性进展 达到量子霸权里程碑 有望推进人类社会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即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发展 前三次都是由西方的国家所主导 而这次由于中国在量子科技这方面取得的成就是里程碑式的 所以这次完全应该由中国来主导 量子科技的革命也会带进人类社会全新的革新和促进社会权方面的发展 而这也将带进人类社会又一次伟大的科技变革 Zither Harp